内马尔受伤了 姆巴佩受伤了 北西也受伤了 大巴黎几个能踢能进球的都伤了 剩下几个虾饼蟹匠也不要再踢了 大巴黎解散得了 这个内马尔受伤还得追溯到去年的卡塔尔世界杯 当时就有报道称他的脚踝有伤 但是四年才一次啊 而且内马尔也是31岁高龄了 必须把握住最后一二次夺得大力神杯的机会 结果肯定是内马尔打封闭上场 然后世界杯后伤病复发 缺席比赛就成为常态了 不过庆幸的是 巴西队在巴强早早就被淘汰 否则内马尔要是带伤参赛 打残了大巴黎是就大了 卖又卖不出去 每年拿着3000多万欧元养着 再说说这个姆巴佩就伤得更邪门了 世界杯上生龙活虎代表法国队打进8球 对阵梅西领衔的阿根廷队的决赛 还上演了帽子戏法 容易卡塔尔世界杯金血奖 可是回到大巴黎后 姆巴佩就开始拉胯了 联赛对阵排名刺席的朗斯 直接一比二输掉了这场关键之战 接下来的事大家都清楚了 为了避免迎接世界杯冠军 梅西的回归 姆巴佩带着小弟 阿什拉夫跑到美国去度假了 本来休息了十几天 身体应该是棒棒的才对啊 结果回来在联赛中还是没有能取得进球 倒是在对阵法国杯业余队时来个无子登科 让人侧目啊 这就是真正的虐赛高手 接下来真正尴尬的来了 在北京时间 2月2日凌晨4点 大巴黎对阵蒙比EI的法甲之战中 姆巴佩的左大腿 骨二头肌受伤 赛后伤情报告确认 他将休战三周 很可能错过欧冠八分之一决赛 首回合战败人 无奈啊 关键时刻 欧冠淘汰赛前夕 姆巴佩来个这一出 梅西不得不单和带队继续前行 难怪球迷也疯狂吐槽 没球王真心不容易 在世界杯遇上老塔罗 在联赛还再来个姆巴佩 不过即使这样了 法国媒体和球迷并不打算放过梅西 因为世界杯上击败法国夺冠 就是梅西 这就是他的错 主场对梅西的虚声 法国媒体充满刺耳的报道 梅西还继续负重前行吗 而大巴黎也是梁博安 在梅西回归后 主场的夺冠庆祝活动 没有举办就算了 还直接给姆巴佩戴上了队长绣标 活生生地打脸梅西 值得注意的是 大巴黎目前还是没有和梅西续约 原因就是为了避开欧足联财政公平法案的限制 要求梅西只有将心才能续约 这就是他们对待一名新科世界杯冠军和当代球王的态度 而法国媒体更是开始火上浇油 他们认为梅西为了世界杯比赛 把最好的状态留在了上半赛季 对于大巴黎续约梅西更是疯狂吐槽 有没有人有理智 有一点头脑 对足球有一点了解 让我相信续约梅西是个好主意 我不明白 虚约梅西是个坏主意 他并没有为球队前进而做努力 巴黎的问题不是缺少一个球星 而是拥有太多球星 姆巴佩是未来 他代表着法国足坛 内马尔很开心 他与球队的合同还有四年到七 而在大巴黎一比二输给马赛的法国杯比赛结束后 梅西再次遭到痛批 法国媒体认为这是新年以来大巴黎踢得最糟糕的一场比赛 而梅西的表现也是极其糟糕的 如果梅西继续留在大巴黎 继续参加比赛下去 这锅绝对会越背越大 不过法国队报很快在赛后就传出了 可以让他们开心的消息 梅西在法国杯比赛结束后感到不适 很可能绞筋受伤 值得一提的是 梅西在短短的十天里参加了四场比赛 而且全部首发并踢满全场 法媒也表示梅西由预伤病将缺席本周末的法甲联赛 欧冠对阵败人是否出战也存疑 如果梅西不能参加对阵败人的欧冠比赛 而姆巴佩又不能及时复出 那么大巴黎就只剩下内马尔一名主力前锋了 以这样的阵容想去挑战 风头正胜的得甲巨头真的是凶多吉少啊